我非常感谢大家再次来到我的vlog的频道 今天的vlog有一点不同不一样 因为今天的vlog是由Mia给我们带来的 大家都知道现在Mia已经在地图城了 然后很多人关心Mia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然后因为Mia没有相机 我就让她拿手机为我们带来了 那个基督城前线的一个vlog的报道吧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Mia在基督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Let's go Hello guys,欢迎来到第二个Vlog My name is Mia,I'm in the Christchurch 我今天去干嘛咧 今天有朋友带我去Brisco打招呼啊 不打啊 哈哈哈哈 走起走起 然后给你看看基督城都是擔心的我手机 嗯? 咦?咦?咦? 咦?咦? 咦? 咦? 当心道,都是当心道 这一片都是停车场 慌不慌? 慌不慌?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是停车场,你往前走,对对对 我上回走错了 然后我就觉得,哇天 Brisco还行吗? 我们来到Brisco 哈喽,我们已经够玩物啦 咯咯咯咯咯咯 基督神的人有没有很少? 都没有人 我买了浴架,然后还买了一套被罩 你看今天天也会梦,这旁边都是一般的东西 这关键问题是,我到这儿这么长时间,我没见过几天 里面有一个植物园,这边是最大的一个 这就是最大的植物园,是吧?好大呀 全是树,这个就是天气晴的时候也挺漂亮的 但现在树叶落光了 哈喽,我们来看看啦 看下我们买的,这是一堆 看我们大财,够了一堆 然后,这是我的,我又买了床被子 背罩,然后床单是一套,然后各种蔬菜 我还买了一些,一些平常,就是周末不做饭的时候 一些火锅料呀,饺子呀什么之类的 然后来到了,这个是朋友家的房子 这是,谢谢房主收留 这是,谢谢房主收留 这大房,这个房主收,谢谢房主收留 不要客气,谢谢老板和大厨 然后,我们吃饭,吃饭,吃饭 没有人 没有人 OK,以上就是米娅这几天在基督城的一些近况吧 因为她是拿手机拍的嘛 所以,像素,图像的质量可能没那么好 然后也就是一些生活的片段吧 然后也主要是给大家报一个平安 然后告诉大家,米娅在基督城生活的一切都是OK的 然后等过两天,我带着我的相机 然后去基督城见米娅的时候 再给大家展现清晰而美丽的米娅吧 OK,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们都是最棒的,欢迎你们 我们一定要不要忘了 积极地过温正能量 我们明天见,拜拜